这两天偶尔看到我八年前练习批拳的视频 就带了一个思考 很多初学行义拳的朋友都好奇 这个批拳到底怎么才能练出功力来 那么你想要出功夫就一定要和人练 和人练最好的一种方法 就是河北派的老练法叫打活装 什么叫打活装 就是搭上手把一个人发出去 搭上手再把一个人发出去 这样可以很好在初级阶段训练你的整劲 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做一个参考 问题的逻辑在这里 批拳出功夫 什么叫出功夫 一定是和对手对抗的时候的能力 而不是你自己感觉 因为你只有能把人的整个体重 特别人抵抗的时候的整个体重打出去 你才算是合格的 才算是整劲经过的检验 而不是你自己以为这是整劲的 打活装的方式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种是对方完全配合的 他不要很顶你 就这样放松着撑着 你这样用你的整劲稍微一碰 就把对方发出去 这其实比较好做 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是从膝盖到上的一个杠杆 大家去翻看前面的宣传 第二是对方全力的顶住 就是不让你发了 你如何通过身体的一个呼线 把对方发出去 这就稍微的难度加大了 第三种呢 就是一般都是单手了 对方不配合怎么办 就很多人练劈拼拳 我发对方改变方向 你被别人拉过去了 你向外的力 对方拉开了 拉开 然后打到你的脸上了 就人家不配合你怎么办 对吧 不配合你 相当于你搭了手的第一瞬间 你就要把对方的劲分开 然后把它发出去 对吧 或者是劲分开之后 你打击他的脖子 把对方发出去 这也可以 所以打活装也是有三个阶段的 所以很多人自己练劈拼拳 练了很多年 练了十几年 老感觉自己有功夫了 但和人一搭手就没用 他会形成两个方向的错误 第一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因为感觉劈拳如推山 我打拳真和推山一样 我觉得自己有功夫了 但和人一搭手不行 第二呢 就觉得自己很没有力 我打来打去 就是感觉不出来有多大劲呢 于是他就去追求另一个东西 我就追求发力 大家想想 现在所有追求发力的人 是不是都没力 如果你真正的打过实战 或者是打过强把 咱不是说沙袋 因为打沙袋 你力量越大 速度越快 沙袋会晃动 让你产生一种自我陶醉的感觉 但是你真的打强把的话 你打多少力量 会有多少力量反弹回来 你就会发现 你最大的力量只有那一点 你再使劲大 你都要不是手腕受不了 要不反振你就受不了 所以一个人的力量大小 在体重和速度不变的前提下 是几乎是有上限的 而你的速度又很难提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有追求发力的人 大概率上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了解 第二 他不知道人的力量 是绝对是有极限的 到了一定程度 一定不追求发力 而是追求连贯性 或者组合性 所以为什么 任何传统武术都有套路 他知道一下解决不了 他需要打好多下 随着我们的学员 越来越多 越服务这些人 其实我越来越感觉到 很多人 他都信自己 自以为是的东西 真的东西 和人搭手的东西 很少有人了解的 而且这个行义拳 打活装 这个河北派的老练法 现在也几乎失传了 不见有人那么练了 他但凡是这样搭配着试一试 他就会意识到 原来我的 就哪怕对手没练过 可能我的批拳 可能还不过关呢